巴士就是遇到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食物 美好的東西 你就應該叫巴士 然後安逸勒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 不要有什麼大事就叫安逸 安逸只有感受就是幸福 那你說還有什麼 巴士 巴士啊 我覺得知足就能夠很巴士 那請問你平常是做什麼樣的休閒活動 才能達到這樣的感覺 做什麼休閒活動 我覺得我只要能夠跟人群互動 跟人群互動當中看到人家的好 看到別人可以一天一天的越來越幸福 我就覺得很快樂 這是我的感覺 這是真實的感覺